你好,这里是张明视野 俄罗斯自由军团越战越勇 击毙了俄军上校 最近这两天从多方面传来的消息表明 乌军已经开始在各条战线上进行了大规模的反攻 虽然俄罗斯的媒体说乌军的进攻都遭到了失败 但是到目前为止 乌克兰方面还是取得了一些成绩 虽然说目前乌克兰军方不愿意做更多的说明 比如在俄罗斯境内的别尔格罗德州 自由俄罗斯和俄罗斯志愿军联合军团 展开了一系列的突袭行动 居然击毙了一名俄军上校 要知道俄军上校是属于俄军的高级军官 一般俄军上校会担任旅长 旅参谋长 师长 师参谋长 也就是属于施礼局这个高级军官 所以说呢 击毙一名上校呢 这就说明了俄罗斯自由军团干得不错 这名上校呢 是属于别尔格罗德特遣部队的指挥官 安德烈 他的名字叫安德烈瓦利 瓦西里耶维奇斯特赛夫 他在与联合军团的一场作战中被击毙 这名上校呢 血债累累 他曾经在车臣南斯拉夫 阿布哈兹和乌克兰作战 双手沾满了平民的鲜血 比尔格罗德的姓陈俄军 讲述了他们这一段遭遇战 这名士兵呢 自称是俄罗斯国防军第138旅的 威拉德米尔 伊万诺维奇 塞米洛 他说呢 他们的部队呢 得到了情报 说一帮着俄罗斯的叛徒 也就是自由军团正在侵犯他们的俄罗斯国土 于是他们就奋命呢 急急忙忙赶到 比尔格罗德靠近边境的一处阵地 在那里面设计了埋伏 准备了迎战 但是没想到他们刚刚布置好阵地 还没有看到敌人 就遭到了乌军海马斯火箭炮 劈头盖脸的轰击 而且呢 大约80%的官兵遭到伤亡 也就是非死即伤 随后呢 自由军团呢 就驾驶装甲车冲过来捕刀 也就是说呢 把残余的俄军呢 进行这个消灭或者这个俘虏 所以呢 俄军无力抵抗 残余的官兵不得不赶紧逃跑 而在这个逃跑的过程当中呢 这个上校指挥官呢 因为肥胖跑得慢 结果呢 就被敌人打死了 这真是一个倒霉弹 由此可见呢 俄罗斯境内的战斗呢 已经愈演愈烈 因为现在呢 主要是呢 第一呢 这个俄罗斯的自由军团呢 跟这个俄罗斯志愿军的联合部队呢 他们其实武器很先进 他们甚至有防空的都次导弹 可以对付俄罗斯空军 然后呢 他们又有这个其他导弹呢 对付俄军的这个坦克啊 装甲车啊什么的 所以说呢 嗯 他们没有什么俄军设备 对那个他们是对付不了的 他们的武器足够先进 另外呢 最要命的是 他们得到了乌克兰军队的 这个掩护 也就是乌军呢 可以用远程大炮 还有这个哈马斯 海马斯火箭炮 可以对这个俄军进行攻击 所以呢 只要有了准确的位置 乌军马上进行攻击 基本上就可以把俄军炸得七零八落 所以剩下的这个俄罗斯自由军团的任务呢 就是补刀而已 也就是上去对残余的俄军进行扫荡 进行打击 这个作战任务呢 显然就轻微多了 另外呢 就是印度呢 这个增加对俄罗斯的石油进口 据这个国际媒体报道呢 印度三月份在石油产品方面 对俄罗斯的依赖度已经达到了三成 也就是超过30% 这是在俄罗斯发动乌克兰战争以后的最高水平 而在这个2022年元月份战争爆发以前 印度对俄罗斯石油的依赖度还不到2% 为什么呢 因为战后这个战争爆发以后呢 西方国家甚至包括这个日本澳大利亚 都在这个全力以赴的制裁俄罗斯 当然呢 对俄罗斯的最依赖的这个出口 也就是石油 因为俄罗斯呢 实际上跟沙特阿拉伯伊朗一样 都是一个依赖卖国土资源的国家 因为它本身技术落后 俄罗斯呢 它几乎没有任何产品呢 在国际市场上畅销 以前呢勉强的卖一点军火 军火实际上它也很落后 现在今后也就不要想再卖了 因为它的军火呢 跟朝鲜呀 跟伊朗跟中国是差不多的水平 都是非常低劣的 所以呢 石油呢 就成了俄罗斯外汇的主要来源 但是呢 由于西方的制裁呢 大部分俄罗斯的石油无法出售 而且呢 后来呢 这个欧 欧盟呢 曾经 七国集团呢 和欧盟呢 曾经达成了一个协议 对俄罗斯的石油价格呢 定了一个上限 那就是不超过六十美元 如果超过这一上限的话呢 就是说呢 俄罗斯呢 它没有办法完成交易 因为它任何石油运输 它要通过这个海上石油 所需要的保险合同 但是百分之九十的保险公司呢 都是欧洲或者美国的公司 也就是说呢 没有这个合同呢 一般的船运 它不敢买你的石油 一船由路上失火了 爆炸了 那船东血本无归 它当然不敢 你价格再低 它也不敢 因为没有保险 那随时一个恐怖分子 发射一枚小小的弹药 就可以摧毁一个邮轮 邮轮是非常脆弱的 而且呢 邮轮呢 穿过苏伊士运河的时候 也可能隔浅 所以说呢 它存在着各种各样的危险 但是呢 印度呢 大赚便宜 印度主要是还有中国 这两个国家呢 都在拼命的 进口这个俄罗斯的石油 实际上也就是让 俄罗斯的经济 俄罗斯的军队 能够苟延残船 因为俄罗斯的军队 它本来就是技术就很落后 它现在呢 可以说是依赖石油出口 没有石油出口的话 俄罗斯它的家用日常产品 都满足不了 也就是说 它甚至连日用的 各种各样的生活用品 从服装到这个 各种各样的电子用品 汽车 就是俄罗斯什么东西 都依赖进口的 除了石油以外呢 除了石油和妓女 俄罗斯能够出口以外呢 其他的俄罗斯产品 都要依赖进口 所以说呢 印度这种作为呢 实际上是一种很丢脸的行为 因为印度呢 它这个上层呢 主要是长期呢 受俄罗斯克格勃的控制 现在虽然克格勃不存在了 但是继承了克格勃的 俄罗斯情报局呢 它实际上只要 在印度呢 选择比如说 一千人或者五百人的名单 每人每年呢 给他个几万美元的津贴 基本上就可以影响他们的国策 因为印度的政客 他没有什么 多少合法的来源 他的生活工资薪水都很低 想腐败吧 又很难 又不像中国官员 中国官员可以勒索 国内的各种各样的人 他赚钱 但是呢 印度呢 他又不敢太勒索 民众因为勒索多了以后呢 用于形成证据 所以呢 这造成他们主要的来源呢 都是俄罗斯克格勃提供的 这种礼金 比如定期的一个月 给你寄去一张支票 或者呢 拜访你一次 里面的就有信分子里面 夹的 比如说五千美元 八千美元 所以呢 而且呢 俄罗斯用这种方式控制 印度已经长达一百年了 以前啊 就包括圣雄甘地呀 尼赫鲁呀 甚至他们的政党 都是靠这些资金运营 这就像当年 克格勃在上海建立办事处 在北京建立办事处 在东 这个给这个 深中山呀 给这个中国的各路军阀呀 包括共产党啊 还有后来的国民党头目 提供津贴 是一个一 一模一样的模式 这种模式非常有效 中共现在也是用这种模式 来控制非洲国家 许多非洲国家 控制他们在联合国的这个投票权 控制呢 就像尼泊尔这样的很多国家 我在尼泊尔的时候 就深深的了解到 中共在这方面工作 做得非常细致 以至于尼泊尔的三个政党的主要领袖 比如说每个政党的中央委员 一百人都拿中共的津贴 中共给的也不多 一个月就给你个几千美元 高级的给你一个五千八千美元 低级的甚至普通的中央委员 一个月就给你两千美元 但是要知道这个一月两千美元 在中国来说不算钱 在俄罗斯也算不算钱 但在贫穷的国家 它是相当一大笔钱 比它的合法收入可能要高出五倍到十倍 要知道你比如说尼泊尔的人均年收入 才八百美元 也就是说每个人每个月 才六十多美元的普通的薪水 人均收入才六十美元 你说你他拿到了十倍都不止二十倍的收入 一千二百美元 他就感觉到心里乐开了花 他就能养二奶 他就能够生活得舒舒服服 甚至能够到各地去旅游 他就可以买房子盖房子等等 总而言之 这笔费用都是被言而喻的 就是说俄罗斯在这方面 也已经有了丰富的经验 来有效地送出这些礼物 而不至于穿帮 另外今天给大家介绍一下 一半外汇收入来自黑客行窃的国家 你要是听起来简直是令人难以置信 但这个国家的确存在 它显示了一个古老的东亚国家 一个接受了儒教熏陶的国家 怎么样顺利转变成共产主义国家 随后共产主义巩固了儒家的传统 因为儒家传统强调无条件的服从 也就是国民整个对国家元首的服从 所以你看朝鲜金日成 什么金正恩 什么什么什么金正日 金正恩 一个比一个愚蠢 但是呢 他照样能够把这个国家呢 管理的有条部分 就是因为什么呢 大部分人都选择服从 大部分人都像那个公蚁一样 像蚂一样服从 你少不逢不服从的麻就把你咬死 就包括金正恩 一上台就把他的姑父 第二把手就给他放到狗笼里面 让那个恶狗把他给吃掉 男狗当着这个数百名官员的面 把他吃掉了 就这一幕就把朝鲜的党政军 几百名高官吓得两腿发抖 当场有一半人大小便实劲 回到家里三个月 这个都都说说发抖 因为他们毕竟都是五六十岁的人 你别不相信 把你五六十岁的人 不管你是朝鲜领导人 还是任何国家领导人 给你放到这个狗笼的跟前 看着恶狗 把一个国家第二号的人物 给当场吃掉 失神碎片 我可以保证你80%的人 都朔朔发抖 几个月内都像恶门一样 我怎么知道这一点呢 因为以前中国监狱 我在监狱里登过很长时间 中国监狱它怎么维持秩序呢 它通过两个手段 第一个是当变处决 以前监狱处决罪犯的时候 比如说他定期的 他会拉一些人 特别是监狱里本身出去的人 就是判处死刑了 立即执行了 他给拉到监狱里执行 他的执行场面都是很恐怖的 他把几千名囚犯 集中在操场上 然后在大家当着他的面 抵近射击 用步枪或者手枪 一枪两枪 子弹前面还磨平了 打掉脑袋出现一个大洞 有的脑袋一般都会被打掉一半 打完以后呢 比如说不管是打一个人两个人 他就命令所有的罪犯 就是排队去看 看完一圈不过瘾 再看第二圈 所有看的人实际上都是 双手都在发抖 夜里都做噩梦 一般来说呢 这种恐惧的感觉会持续三个月 一般持续 只后这个 这种行刑以后三个月 监狱里秩序都出气的好 就没有人敢喝酒 没有人敢打架 没有人敢盗窃 没有人敢去私下里窃窃私语 说干部的不好 没有人敢反抗监狱方面的管理了 是非常有效的 因为人呢 他毕竟呢 他具有动物性 面对这种残酷的局面 他感到恐惧 所以朝鲜呢 这个国家呢 他这个就是儒教传统 这就是为什么中国有 这个株连九族 有几百种酷刑 因为他就是这些 造就了这些国家 造就了中国 造就了朝鲜 造就了越南 把这些地方呢 变成了人类的这个 罪恶的深渊 你比如朝鲜呢 现在他就堕了成一个赤裸裸的犯罪国家 比如说呢 根据日经亚洲报道 拜登政府的一位官员呢 在今天表示 昨天表示 说华盛顿呢 正在试图切断朝鲜核武器 和导弹项目的资金 这些资金来源于什么呢 来源于盗窃 这位官员表示呢 加密货币被盗 网络供给是朝鲜平壤政权的 主要资金来源 他们50%的外汇收入 来自于网络盗窃 你看看 一个国家50%的收入 来自于网络盗窃 而且呢 自从2018年以来呢 朝鲜的网络盗窃呢 急剧上升 为什么呢 因为他觉得有利可图呢 其他传统的犯罪手段赚不到钱了 在这之前朝鲜的大部分外汇收入 80%的外汇收入是靠什么呢 靠三个大项目 第一个是贩卖假钞 比如说他们的外交官 在世界各地都会用假钞 身上都装了几百美元 几千美元的假钞票 或者日元的假钞票 因为朝鲜他用国家机器 他能够仿作出来 世界各国的钞票 这个是一般的犯罪集团 你比如说美国有很多很强大的 墨西哥犯罪集团 贩毒集团 他们没有能力造出假钞票 但是呢 朝鲜能够造出来 当然呢 朝鲜的假钞票 他一般呢 是在美国呢 没有机会 他也不敢 因为美国的银行比较厉害 很快就会出问题 实际上有一段时间呢 朝鲜的假美元 主要在中国买东西有用 还有呢 贩毒 朝鲜的贩毒 那有名到什么程度呢 虽然朝鲜不产鸦片 但是他贩卖冰毒 因为这个冰毒呢 他的技术 他的成品质量都很好 他的这个冰毒呢 甚至呢 朝鲜的中央委员 有一次带着一船人 在澳大利亚贩卖冰毒的时候 被澳大利亚警方查 我一查 居然这个领导人是一个 劳动党的中央委员 你看看他贩毒的级别多么高 然后呢 还有一个呢 是诈骗 这个诈骗呢 主要就是骗一些弱智的这个商人 尤其是中国人 因为我有一个朋友 他就是被两百万 在九十年代啊 他好不容易拥有了两百万 就被朝鲜人骗去 开一个合资三级宾馆 三星宾馆 开完以后 他就拿不到签证了 这个宾馆就等于 白白的送给了朝鲜的合伙人 当然合伙人是朝鲜的一个 什么叫做 这个餐 叫什么 叫什么宾馆合作社 那个合作社就 就跟他说了 你看你现在这个财产 只能归我们管了 你已经过不来了 不知道什么原因 政府不给你签证了 我们也无能为力 而且呢 在这之前呢 朝鲜经常是派两个少女 他是稀里糊涂的被介绍到朝鲜人在中国开的饭店 到那吃饭 他一去以后呢 朝鲜人很快打听了他的情况 就派出少女去引斗他 一引斗的过程当中 那少女都受过训练的 马上就知道他有钱 准备投资 正在找投资 两名少女呢 想方设法 哄他喝酒 给他灌醉了 然后了解他的情况 当然也陪他睡觉 也陪他玩 每次来了都两个人跪在地上 两个朝鲜 小妹妹跪在地上 就把他哄得晕头转向的 最后呢 终于决定到朝鲜去考察 考察了那边也是热情欢迎 他把两百万投进去了 九十年代两百万多之前啊 真是要命的 他是一个高干子弟 他有钱 一般中国很多人都被朝鲜这么骗过 反正中共政府呢 也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这毕竟不要国家支出 民间支出呢 他从来他不管 所以呢朝鲜呢 以前的这三个项目呢 越来越行不通了 因为你比如说你诈骗 现在他越来大家都惊了 现在谁还敢往朝鲜投资啊 都知道去投资就是被骗 贩毒呢也不行了 现在世界各国都严打朝鲜的毒贩 朝鲜与世界各国也没有什么商业贸易来往 所以他想贩毒很困难 假钞票也行不通了 因为他的主要的这个危害的是中国 北京也严厉警告 你说你不能在我们中国弄那么多的假钞票 弄得我们中国马上成了一个假钞大国 那怎么行呢 所以呢他现在呢 就开始用新的这个网络盗窃 因为网络盗窃 他可以针对美国针对欧洲 而且呢 据韩国政府估计呢 仅仅在2022年 朝鲜通过网络攻击 就窃取了超过7亿美元的加密货币 另外呢 他还把他的这个朝鲜黑客呢 出租给世界各地 你比如说你谁想 哪个国际上你哪个机构 想了解一些的对方企业的情况 朝鲜就说了 哎呀我这里面有成千上万名的这个网络高手 IT高手 实际上就是黑客 这些都是当然 他是没有任何道德准则的 你给钱他就干活 所以说呢 又通过这个又赚了几亿美元 结果呢 就这梯里掏通的赚了国际社会十几亿美元 实际上他们都是通过盗窃和犯罪 诈骗来进行这个或者说呢 协助犯罪来赚钱 而且呢 甚至呢 还有数千名的朝鲜黑客呢 被送到了亚洲和非洲国家 来帮助那里面的一些集团 来这个进行国际诈骗行为 从而赚取钱 你比如说现在很多台湾啊 中国啊 在东湾亚开的那个很多的那个 就是进行网络诈骗的公司 他们往往很多技术人才 直接是从朝鲜雇佣的 跟朝鲜那个 所在大使馆谈一谈 那边呢 比如说就来个二三十个 这个电脑专家 就是电脑黑客 来帮助你进行诈骗 所以呢 现在美国和韩国呢 在五月份呢 举行了一场联合言讨会 就是讨论如何制止平壤 利用IT工作者 这个逃避国际制裁 继续的对国际社会进行诈骗 你比如说加密货币 最大的这个 这个危害 也是来自朝鲜 因为朝鲜的盗窃了 大量的加密货币资金 然后在市场上出手 甚至导致很多加密货币的 这个价格都在急剧下降 所以朝鲜呢 他他上演了惊人的一幕 所以这个国家的保留 从某种意义上 他保留着 他就说明了中国的这个东方 东亚的这个传统的儒家思想 和共产主义 他实际上是一幕相成的 他不是很多人以为的 截然相反的 对对立的 好像他反儒家 你不能认为 那那是中国跟越南也打仗 中国跟朝鲜 跟那个苏联也打争 摩托战争 毛泽东跟刘少奇 也是拼了你死我活 你不能因为这个 就认为共产主义跟儒家 实际上是两把事 实际上他们的高度吻合 达到90% 也就共产主义在全世界行不同 但是在儒教国家呢 是如鱼得水 朝鲜中国越南 都已经充分的 雄辩的证明了这个规律 谢谢大家